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克斯特级演习攻略 在铺打铁花特级带领我们走进繁华背后的故事 古老节日涉火南继承影视传播 或注意打铁花又叫打树花 需要用融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城墙上 从而蹦践行出万朵果花 因犹如枝繁叶茂的树冠而称之为树花 打铁花是河北省张家口玉县暖泉镇的地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 是河北省省西分物质文化遗产 至今已有五百余年历史 沿袭攻略剧组为还原这一股老节日涉火 让这项古老记忆为更多人所知 千里条条请来吴桥县的铁龙将人参与电视剧拍摄 打铁花所有毒子 是最文史的铸造炉 温度越高打出的铁花越漂亮 过程中几个将人手拿木板 一板接一板 一人跟一人 往来鱼绒炉和碰火架之间 一板铁花冲铅而起 另一板接种而至 板中的铁水碰撞到钢架和墙壁后 顿时如礼花绽放 流光溢彩 如今能够表演打铁花 这一绝技得不过数人 年纪最轻的也有五十多岁了 一是打铁花需要将铁融化 一千七百度能直接把皮肤烫熟 十分危险 二是打铁花需要用到木炭 焦炭还有铁 过程比较脏 年轻人一般不喜欢从事这种工作 表演人才的短层石打铁 花像许多其他非物质文霸遗产一样 面临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 吴乔县乾隆将人于张亮说 很高兴参与这次的电视剧拍摄 通过电视的传媒 能够让打铁花这种非物质文霸遗产 得到继承和发扬 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皇后昏迷贵妃允命先妃掌扣公大权 除了表达对非物质文霸遗产的保护和推崇 打铁花在延续攻略的剧情 推动中意起了重要作用 自皇后秦兰时流产昏迷后 高贵妃愈发得意 本想在太后面前凭借万子谦红 打铁花再出风头 不料却遭人祸 滚烫铁水林的身上鲜血淋漓 其中混入的沸水 更让伤口反复感染 久久不遇 打铁花事件 犹如试金时 让英洛无几年事 吸取了非盼皇后的马铃 也让观众再一次见识 道贤妃蛇士慢事的心思深沉 为防止打铁花伤人事件 败落累积皇后 英洛不惜对名欲冷嘲 热讽一化新界限 另一边贤妃对一切动若观火 却始终按兵不动 只待英洛行动 之前在铁水中掺入沸水 兵不血认重伤的高贵妃 又三言两语击垮 七软肋 催化了高贵妃的死亡 皇后昏迷 高贵妃哄逝 纯妃不予纷争 英洛被罚新的故 贤妃已然从当初那个亲人落魄 却无力援助的没用飞子 变成了太后面前得力 皇上面前得体的贤妃 这偌大的紫禁城 从此会是相安无事 还是按流勇动一切不得而知 延续攻略由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东阳关于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品 天余传媒 上海星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于正担任总是骗人 惠接洞 温德光指导 秦兰 聂远 张嘉宁特别主演 月度